導演響 拿歌手 作詞・作曲 黃文紘 為何你眼中 總是燈火難閃 那一片黑夜 为谁星光点点 给你的思念 和这一道天线 和你丝擦肩 享受那么的热烈 猜你的心 是真诚还是谎言 猜你的心 是瞬间还是永远 猜你的心 是忘记还是怀疑 猜你的心 是再见 还是再见 猜你的心 是真诚还是谎言 猜你的心 是瞬间还是永远 猜你的心 是忘记还是怀疑 猜你的心 是再见 是再见 还是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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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快 走 走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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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北各局调集干部 集训待命准备随军渡江南进 位于南京江坊 与武汉江坊之间的江南古镇临江 一夜之间 由一座楚头无尾的鸡肋之地 成为战略要地 临江城坊司令陈怀远 是军中汉将黄埔精英 昆仑关立过战功 曾在四平街与中共血战 结下筹戏 却又因功获罪 被国民党离戏排挤 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 特殊的地点 这样一位特殊的人物 一时间成为战局焦点 共产党 国防部 贵系 两派三方纷纷布局 都想将其纳安拨住 面对陈怀远军中的遗亡 毛仁凤紧急召回 王牌特工张池进出临江 他下达的指令是 一 钉死陈怀远防止中共策判 二 防止跪系拉走陈怀远 如果抓住陈怀远 倒向任何一方的狂党 王牌特工将立即接管陈怀远 将严重动摇国民党军情 导致一大批将领投贡 这是他绝对不能承受的结果 为了应对毛仁凤的部署 对系白城喜万荣局 一面对陈怀远百般拉拢 一面派出曾与宪兵团团长楚力延 有过情人关系的特派员李曼娥 到临江暗中监控 他们对地下党的联络点已经掌握 但并未向保密局通通 而是准备放长线调打 李曼娥首要人与张池是一致的 绝对不能让陈导向中国 同时他要潜入宪兵团 掌握张池的所有东西 阻断张池对陈怀远部队 行使的监控权 一旦防守势力 让陈怀远部队为万衡局部队 顺利撤退做炮灰 我们这儿到处都是 好 那我都要了 我们为您准备些东西 里边请 好 与此同时 共产党的决心更加坚定 要在保证渡江胜利的前提下 保护武城临江的完整 一定要坚决成功地策返陈怀远部 以打倒动摇国民党 中间力量的预备 为此专门成立了前提工作委员会 扩大临江地下党力量 向陈怀远军中高级军官 发送春生报 传达战事信息 让vu UK 传达 上将功 让你去的 林公 继续 天天为了这事和地方会吵架 坏言老弟 江坊的事就靠你吧 来 坐 老弟啊 医兄还有一件事想要问问你 你请说 眼下和谈风气日盛 各地方派系都得忙着为自己找出路 共产党也在大打和平攻势 我瞒你说 李戴总统已经派他的私人代表去北平了 我呢 也想和江北面的人沟通沟通 我听说当年北伐的时候 你和中共高级人士有过交往 而且相处得还不错 老弟 别误会 我会上说的是官话 我会下和你说的才是实话 你再好好地想一想 看看还有什么关系 我就是汤的路总 汤的路总 万总这样吧 如果万总有意 我可以派人去打探一下 有什么情况 尽快通报 小雪 叔叔 今天晚上要查勤吗 查哪里啊 当然是江坊前线 我听手底的人说 陈怀秋的部队最近军技很松 他是陈怀远的弟弟 我当成第一个要查他 来来来 吃饭了啊 吃饭了啊 多早早都收拾一下 收拾一下啊 你们几个啊 最近都很辛苦 今天我替你们值班 去休息吧 谢谢长官 我到山下去看看 这儿你帮我盯着点 是 陈怀远的外联秘书宋仁 是中共地下党员 他早已坐同了 陈怀远夫人王玉玲 包地炮团团长陈怀秋 以及机要秘书梁东哥的工作 国将与中共取得联络 这天晚上是约定回营的日子 什么人 保陵 烧鸡 长官 你们是 瞎了你的口眼 谢明康总弹琴 老官 怎么就你一个人 其他人都在哪儿去了 他在哪儿去了 什么人在这儿大吵大叫的 瞎 瞎团长 您怎么来了 陈怀秋 你是怎么带的部队 我 诺大的一个少侠 怎么就一个港 什么事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天下太平 用不着这么紧张吧 屁话 陈奎秋 你敢把刚才的话 再说一遍吗 我就再说一遍又怎么了 眼下国共正在和谈 天下太平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陈奎秋 别以为你是陈怀远的弟弟 我就不敢把你怎么样 我告诉你 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樗里言 你总算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你不就是看老子不顺眼吗 开枪啊 我就是仗着陈怀远怎么了 他是我哥 他是陈王司令 他不是你扳倒他 你做司令啊 什么人 打开探战盗 快 走 快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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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 放火 走 走 带走 不行 人不能带走 这是我们的房地 陈慧松 你还有脸说是你的房地 我实话告诉你吗 我今天是有备而来 带走 走 走 帮我接陈司令 有什么要紧事能跟我说吧 估计司令今天晚上不会回来了 谁叫你 说什么事 怀秋的电话说有要紧事找您 估计司令 怀秋是我 出了什么事 我知道 他现在人在哪 报告司令 人已经让楚力言带回宪兵团了 喂 什么 来亲戚了 好 这儿就过去 可好 出了 我是李曼娥 对不起 我不认识您啊 香雪 你都长这么大了 说起来呀 我还应该是你小婶呢 要不是当年你叔叔复心 我就真的是你小婶了 曼娥 曼娥 碧爷 你们两个快下河 把枪给我捞出来 长官 这么冷的天又是大黑夜的 让你们去就去 是 小婶 这儿 这儿拍一张 船长 这个人 好像是陈欢远的外联秘书送人哪 对 就是他 您看 他的左手少了一个手指 我明白了 我全都明白了 看来我的情报没有错了 香雪 这地方确实不适合你 你先出去吧 来人 司令 去 到宪兵团给我邀人 不管他是谁的人什么事 我们司令部的事 轮不到他宪兵团杀手 是 你怎么在这儿 梁东哥 你要干什么 开开 快 把人抬走 把人抬走 江三宝 怎么办 冲吧 不行 他们人太多了 绝不能让人落到新兵团手里 司令下了死命令 这样 我想办法把买冲 为司令部报信 好 我掩护你 给我冲出去 冲出去 快 东哥 如果你再往全城 我真的不客气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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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留下 我不怪你 以后咱们见面还是好兄弟 谁是你好兄弟 无论是你抓我 你开枪啊 人我是不会丢人的 梁东哥 你先回去 天已经快亮了 明天我会亲自找陈司令警示 你有完没完 别废话了 赶紧让我们先出去 主团长 陈司令电话 他说让您亲自去见 不看什么时候 告诉他我没空 您还是接一下吧 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个司令 您也管 您有所不知 那个人就是您的司令部的 外联系人 您的秘书送人 他夜闯关卡 您说该怎么办 陈司令 对不住了 这件事恕我不敢聪明 我们的事实会是 才是什么 我现在就去见面 我看你当我面怎么说 走 停車 停車 快車 快 那枚打機來了 打車 走 閃開 司令 別站這兒了 散了嗎 成何體統 是 怎麼這人都燒成這樣了 你們燒 這人是誰 陳司令 這人死了 但是魂不會散 你看看他的左手 缺了個手指頭 你們司令部的參謀部裡 有個叫宋仁的就是 我記得 我好像還跟他開過玩笑 楚團長 你話不能這麼說 宋秘書是缺一個手指頭沒錯 但這個世上 缺手指頭的不只他一個 是 再說 他一個月前就已經請假回老家了 說是回老家奔喪的 啊 我想起來了 他的老家好像在商城一帶 那個地方好像是共產黨的地盤 我們林參謀長家在天津 現在天津已經被共產黨佔領了 你說林參謀長有通共的前移嗎 我還是想提醒陳司令 既然宋仁他心裏沒有鬼 好好的見著我幹嘛跑啊 他只要說一聲他是宋仁 我還會開槍嗎 楚團長 你是說我們司令部通共 兩秘書 你別著急別上火也別激動 我只是把我的想法說出來 我們司令部裡究竟有沒有共產黨 那是你的事 我看你現在是全高位重 這樣的玩笑不要再開了 我們承擔不齊 兩秘書 到 這樣吧 明天你派人去宋仁的老家把他接回來 直接就送到楚團長那兒 這樣 我們兩邊都好交差啊 是 宋仁 你怎麼了 你們 你們 你是什麼人 我聽說宋仁出事了是不是 梅子你是誰啊 我是宋仁家裡的 前些天宋仁回老家 我公爹過世了 辦完喪事 宋仁她說外面兵荒馬亂的 讓我跟她一塊回來 昨天到了朱仙珍的城頭村 我有個遠房親戚就住在那兒 親戚說起不住巴不歸 讓我們住一晚上 宋仁說她晚上去陳團長的指揮所 找她喝酒 沒想到就出事了 太太 太太你先別急 你先看清楚 這個人到底是不是宋仁 宋仁 我的天哪 真的是她 她怎麼會變成這樣 怎麼是你 宋仁太太 你冷靜一下 你冷靜一下 宋仁太太 有件事情我想問你 她好好的 幹嗎穿著黑衣服 什麼叫好好的 你看清楚她還在扶桑 她穿的是校服 這一路上到處都是共產黨的關卡 她怎麼可能穿軍裝出門 你們這些人都黑了心 你們憑什麼殺她 宋仁 宋太太 宋仁她是我的秘書 出了這樣的事 我也非常難過 這樣吧 你先去歇息 你要是有什麼要求 儘管提出來 我們都會做到 人都死了 現在說什麼都完了 你們還我招呼 你們還我招呼 院妹 人已經去了 就不必傷心了 還是保重自己了解 好 別站這兒了散了 梁秘書 是 帶宋太太去休息 把屍首來到司令部去 是 宋太太突然出現 坐實的非議員就是宋仁 這讓陳還原措手不解 也讓楚麗妍不知所措 行事急轉直下 好 先進去 走 走 太太 這是司令部 外人不能隨便入內 我們都是女人 讓我把她扶進去吧 江參謀 宋太太 請 找我 花儀 出什麼事了嗎 抓到什麼人了沒有 兩妹爽 是 到底怎么回事 那个宋太太从哪儿来的 不知道 应该是 我也不清楚 我去问问看 把人安置好 是 我告诉你 这事没那么简单 明天一早我要见那个宋太太 是 宋太太 总机 帮我接参谋部江参谋 梁秘书 江参谋不在办公室 可能回宿舍了 那帮我接请不连的苏连长 苏连长也不在 谢谢了 是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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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宋太太说 按照他们老家的习俗 死人不能在我们过夜 宋太太哭得太可言了 江参茂就带她回去了 还开着一辆卡车呢 爹 你回来了 你要送过去了 送到司令部 人家不让我进我就回来了 你看你这一来 就碰到了这么多事 此时此刻李曼娥知道 今晚取得楚丽颜的信任很关键 作为旧日恋人 李曼娥很清楚 怎样才能大动楚丽颜 我还没问题呢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你还说呢 我呀也是一路走一路问 好不容易才找到你这 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楚丽颜 你还知道问啊 就是为了你 这十几年 我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我的丈夫没了隐心 家也没了 我一看到宋太太 就想起了我自己 我的命 怎么这么苦啊 好了好了 别哭哭啼啼的 这不是来了吗 这不是见到我了吗 这不是见到我了吗 李曼 我可找找你了 我再也不离开你了 好了别哭了啊 别哭了 李曼 我不管你是怎么想的 也不管是闷闷名分不允分的事了 你就是把我当个老妈子也行 反正你不能撵我走 好 瞧你把自己说得这么可怜 你放心 你既然来了 你就住这儿 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爱怎么看就怎么看 我楚丽颜 连个女人都保护不了啊 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人 她为什么在这特殊敏感的时刻 突然出现 如果是为了逃难 为什么要跑到这样一个 面临战火的地方 楚香雪 感到这是一个不一般的女人 fasting indices 第四个 还有 拖弓 雨 这次高高的 墨长 硬是的 是怎么 不过是美吗 行了 快起吧 我给你做饭去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在做饭啊 香雪 你喜欢吃什么 我给你做 那个馄饨行不行啊 不用了 我去火房吃 香雪 那火房那饭 那是人吃的吗 那些火头军 就像是喂猪的 当兵的吃的是猪食 怎么着 你对当兵的 生活很了解吗 李曼娥从楚香雪的眼中 感觉到了强烈的敌意 周连长 你过来 是 昨天晚上后来 有什么特别的情况没有 陈司令那儿 后来有什么特别的动静没有 包房团长 暂时没有 我已经派俩弟兄 在司令部门口守着 一有情况 他们会及时回报 周连长 你说 昨天晚上的事情 什么地方不大对劲啊 是不是有点太奇怪了 咱们什么地方做的 出现了差错了 是啊 我也觉得奇怪 我就觉得 这宋夫人出现得 太是时候了 对对对对 她的出现 咱们就变得非常的被动 本来咱们是 一直可以查下去的呀 那个黑衣人 就是宋人 你说 她为什么把枪扔到 这宋经里 那个手榴弹 她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我也觉得奇怪 那手榴弹哪儿来的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昨天晚上她是不是 往树洞子里藏了什么东西 我想起来了 我绝对想起来了 她就是往树洞子里藏了什么东西 我明白了 我终于明白了 她把枪扔到江里 就是因为怕咱们通过枪管上的号码 查出她的身份 她把自己的脸炸烂了 也是因为怕咱们知道她到底是谁 赵连长 你马上派人去昨天的地方 把整个树林的都给我翻个遍 是 快点 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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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干啥 快点 给我走 他们在干什么 管他们干什么 再好你就干 周连长 周连长 这有脚印 这人应该早就有人来过了 走 走 回去 江参谋 梁秘书 你回来了 是 梁秘书 昨天晚上我本来想跟你打个招呼呢 可是宋太太哭得厉害 我就着急送她走了 昨天司令说一早 让我请宋太太过去问话 那 麻烦您替我回司令 我给了宋太太五十块大洋 说是司令给的 好 江参谋 如果一会儿司令问起你 你告诉司令 是我安排的 你对外也这么说 昨天晚上的事 不要再跟任何人议论 如果有人问起的话 就说宋人 在回家探亲的时候 发病死了 是 我知道了 店面不小嘛 看来生意一定不错 小路啊 赶快把门板打开 你就在这里候着 看看有没有来取活的客人 生意还要当着正经生意来做 知道吗 知道了 小宝儿啊 到 你以后没事不要到前面来 你刚到情况不明白 以后少出头露面 是 过来 你以后 要改掉你身上所有的军人举止 哦 哟 小路师傅你回来了 我这上午啊都来了两回了 我的衣服做好了吗 哟 怎么换人啊 啊 我是刚来的 我以前是小路的师傅 你要做点什么活啊 哦 原来是小路的师傅啊 敬礼 司令早 早 我们俩秘书还没来啊 他 他刚还在这呢 刚出去了 那个宋太太安顿得怎么样 我要见他 是 稍等 报告司令 警卫是打电话来说 谢明团团长 楚力言带了一队人 要求见您 好 叫他进来 是 说吧 什么事儿 陈司令 我要见见宋太太 有些事情当面要问问她 来人 到 去看看宋太太 把她请过来 是 司令 梁秘书 宋太太的情况怎么样 楚团长要见见呢 报告司令 宋人的太太 昨天连夜就走了 还把宋人也运走了 说是回老家安葬了 不为了 说是回老家安葬了 但我会爬下走 要是 是 这么大的事儿 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对不起 司令 昨天太晚了 你也太累了 我就自作主张 不过我是派了车 送他们出城的 宋太太说 他家在朱仙镇有亲戚 而且我给了他五十块打烊 说是司令给他 对不起 人已经走了 陈子凉 你怎么这双黄眼的不错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陈子凉 你不觉得宋太太 出现得太是时候了吗 你不觉得宋太太 走得太匆忙了吗 你不觉得 这一切都太巧了吗 初立 你最好有话明说 明说就明说 宋人很可能就是共产党 你们司令部里有内线 初立 你听着 你先是打死我的人 现在又跑到我司令部 说我司令部有内线 我告诉你 宋太太来之前 我根本就不知道死的是宋人 只有你最清楚 你听着 你他妈不过是军统的一条狗 滚 我滚出去 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我不客气 我短字 这是楚令园 发来的全部的情报 你看一下 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呀 宋人 是陈怀远派去跟共产党联络的 回来是要在陈怀秋那过关 差了一步 让楚丽言抓到了 看来陈怀远和陈怀秋 都已经靠不住了 还有呢 还有就是宋太太 宋人是共产党 陈怀远可能并不知道 她身上有共产党情报 那个宋太太 是来举军报的 这说明 在陈怀远的司令部里 在宪兵团里 都有共产党的人 可恶 实在是可恶 这个楚丽言是个无能之辈 陈怀远根本就不把她放在眼里 所以鉴于这种情况 我跟国防部 二厅的白厅长商量 决定以国防部特派员的身份 派你过去 你一定要把林江的问题解决好 你是党国的精英 保密局的干将 今后的一切 都看你这一次的林江就行了 张队长 不要再犹豫了 你的任务很艰巨 在陈怀远的司令部里 有我们的内线 如果一旦需要 我会让她跟你联络 但是 你不能过问她的事 明白吗 毛先生 我明白 毛先生 我明白 毛先生的直接问话 让楚香学大吃一惊 难道在林江 保密局另有一套监视系统 来得正好 毛先生电报 毛先生怎么这么快就知道 宋然的事情了 是你发的电报 怎么可能呢 叔叔没有您的命令 我敢吗 在宪兵团我是团长 你是秘书 你不是 你不是美女神吗 在保密局系统里 你的地位比我高 叔叔 您怎么能跟我说这个呢 我来到这儿了 我就是您的手下 嗯 我也觉得不应该是你 这可怎么办啊 这毛先生要问起来 我怎么答复他呢 小雪 你说昨天晚上的事情 是不是有点太奇怪了 宋仁的太太连夜就把人给带走了 说是老家的风俗 人不能在外边过夜 你听说过这一代有这样的风俗吗 我好像是听谁说过 可是谁说的我给忘了 要么我再帮您问问 哎呀这风俗也太奇怪 好 小雪 嗯 帮我发个电报 就按刚才咱们说的 给毛先生做个汇报 是 槐秋来了 大嫂 东哥一会儿就到 司令在里面发脾气呢 哦 站住 好 司令 给我说说 怎么回事 你以为我是瞎子 我什么都看不出来 那个宋人怎么回事 那个宋太太又是从哪儿蹦出来的 这两年你 怀秋还有夫人 背着我嘀嘀咕咕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 我告诉你 通共可是重罪 我的事 我的事不要你们瞎操心 都给我老实点 好 没 domu 我好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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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